龙井龙岗国小 机器人城市设计东令营是新鲜课 小朋友玩翻了 非常有趣 第一次让机器人动 做了两天蛮有成就感的 授课的老师来自瓷季词少班学员 我要数我的黑线 然后他数一次他就会加烟 16岁的田炳峰就读资讯课 是活动召集人 城市设计是他的强项 2021年底上人行脚台中 他曾在上人面前这么发愿 我希望在座的国小校长 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去教你们小朋友城市设计 说到做到 这两个月来到学校毛税自建 写企划案也招募团队成员 召集他们一起来帮我 然后一起完成这个推广的事情 我会负责帮他们教会 一个人他可能没有办法顾及到全部 所以要有一个团队的方法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把脑海的梦想成为真实行动 背后还有志工老师的一臂之力 常常跟他开现场会议 你的课程规划是什么 那这个经费谁可以赞助 那我们就是要替他去找资源 慈祭慈善基金会提供机器人 老师从旁协助 让这群大孩子带着小孩子 能在良知教育的路上 划出成功的第一步 大家新闻蓝片区 新闻光辉台中报道 以上就是